區議會選舉星期日舉行 今屆有19個立法會議員參選區議會 其中兩個人自動當選 另外還有17個議員要下場爭取雙鳥議員資格 我們看看其中一區灣仔落活的選情 市民選區請你支持1號麥國鋒 整年的麥國鋒曾經是灣仔落活選區的區議員 上屆以500多票落敗 今屆捲土從來他說是因為一個原因 上屆擊敗麥國鋒的白韻琴 今屆因為健康理由不再敬續連任 由丈夫謝偉俊代妻出征 還有住在樂活的蕭思江加入戰團 謝偉俊和蕭思江都質疑選民 是否認同社民連的立場 謝偉俊對他來說真是一個包袱 這區的人都覺得是市民人 是比較有知識的人 我想政黨當然有些政黨是受歡迎的 但肯定就不是社民連的一區 他是用這個很簡單的議題 去打擊我和我的政黨 麥國鋒就質疑身為立法會 以九龍東直選議員的謝偉俊來到灣仔選區議員 是零有目的 究竟他又沒有居心 是想著跳槽去做超級區議員 完全沒有這樣的想法 因為如果這樣做法 我認為一早應該在九龍東找一個區議會的位置 更加容易 我認為最後那分鐘白鳥姐 覺得她真的不適合去選才頂上去 我認為她太太有機會是少少對她的負資產 如果上次是一時都不知道 為何投了她的票 那這次你估計她會不會投她老公的票 如果麥國鋒做得那麼好 四年前她就不會相差很遠 三分一、三分之二的票 輸給一個空降來這個社區的白姐姐 你好 我是蕭絲剛二號 請投我一票 報稱獨立的蕭絲剛參加過多個選舉 她說區內有不少問題 麥國鋒和白雲琴在任的時候 都幫不到她 麥國鋒也不認同蕭絲剛對她的批評 說自己任內解決了不少社區問題 無線電視記者李慧報導